主席昨天跟那個AIT主席好像從原本的聚餐有延長時間 好像跳得滿愉快 到底談的什麼 我要這樣啦 既然他是代表美國政府來跟我們討論一些事情 這個都涉及國家安全 這個不方便在外面轉述 我們還是這樣啦 就跟人家講話都要有信用 既然他希望說這些細節什麼就不需要對外面轉述 我們就不需要去博什麼聲量去轉述這個 所以反正 美國一定是表達他對台灣的關心 希望有哪些將來大家可以溝通 就這樣啦 不過當然細節很多啦 那對三個候選人的主要候選人的態度 你有感受到他對你有什麼樣的態度 沒有啦 這個是這樣 美國政府一再表明說 他們是不會干預台灣的選舉嘛 只是希望說不管誰當選 喔 台灣跟美國的關係可以保持良好 我說這沒問題啊 這個 這個 不管誰當選 台美關係都不會改變嘛 就這樣 personnel都沒想到 很親自找人的工作 但是他們要是一些 因為他們不會跟人家說